讲台上他是晚千学子追捧的金牌教师 可私底下却称自己是没良心的禽兽 男人名叫汪振响 表面上 他是一位帮助高考卧榜生实现大学猛的招生老师 但实际上他只是个体名音学院敛财的大骗子而已 他们受着高昂的学费 发的学历却不被社会所认可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野鸡大学 我们是个公司 我们不是一个学校 就是把学生弄进来 交了钱再把他弄走就可以了 学校从来不会管你 你教的好或者是不好 招生会上不断展示的先进教学设施 其实根本没有 图片全是在网上下载的 王振响只要抓住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态 然后再用心灵鸡汤把他们灌醉 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除了图片是假的 宣传中的教师团队 90%连教学资格也没有 据王振响说 这里的老师只要在网吧当过网管 就可以来教汴城 经营过就书摊就能教通时教育 来这里讲课的老师基本都是来混的 讲台上的的人混时间 讲台下的人想混个文凭 台上台下一起混 有人会问既然这里如此不堪 那来这里上学的肯定都是有钱人吧 可事实恰恰相反 大多数保民的家庭都是像这位独闭母亲一样的穷苦人家 为了交学费 他们甚至会倾家荡产 要问为什么 这家人夫妻俩都在工地扳转 母亲天生又受残疾 父亲则有轻微痴呆 夫妻俩类似累乎一天的收入才34块 一家三口只能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 而他们唯一的理想 就是让独生女王盼考上一所好大学 然后靠读书把这个家庭拉出贫困的逆着 可由于压力过大 王盼那年高考只考了388分 这个成绩在湖北只能上个三半 得知分数后的王盼抱着同学失声痛哭 对于女儿的成绩 母亲虽然难过却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私底下才对着镜头表现出了无奈与失落 可是事实已经如此 王盼的父母决定咬咬牙 无论如何也要让女儿上大学 为了支持女儿读书 王盼的母亲挨家挨户的去勤课吃饭 因为这样会收到礼金 路上他还很坦率地说 也是 村里的人也很慷慨 即使是很久不见的亲戚 当得知大学学费要两万多一年时 他们在惊叹之余 还是坚持要母亲带点钱给王盼 吃饭时一家人又对选什么专业犯了难 王盼说起学校门口有很多发宣传资料的 但父亲说那些都是在骗钱 王盼也不清楚哪个是骗钱呢 于是就让父亲帮他填专业 父亲说自己不识字 而王盼则说出了很多孩子的疑惑 我乖不是乖 拿钱也给我 十年前一部揭露 也记大学真相的纪录片 一经上线就遭到了全网封禁 无数想要通过 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学子 在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和宝贵的青春后 换来的却是一张 如同废纸般的毕业证书 毕业与软件专业的王振翔 根本就没有教室资格证 可这根本不影响他站在讲台上 引进去点忽悠家长 万般接下来唯有读书高 读书不仅仅 能够使我们获得一个 强大的精神世界 更能够让我们拥有一个 起面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 由于教育资源缺乏 农村学子能考上大学的 其实并不多 他们想要继续读书 就需要上学费高昂的名板学校 而王振翔所在的公司 就打着低门砍包就业的旗号 一年里招收了进入千名学生 至于毕业分配 学校往往都把毕业生安排到外地 这样就算工作不靠谱 学生也很难跑回来 向学校讨了说法 因为路途遥远加上来回扯皮 一般人都耗不起这个时间 用王振翔的话来说就是 送出去有一个好处 即使你推荐不了工作 但是他迫于生存 他会自己就地解决 不过作为一个 还有点良心的人 王振翔还是知道 自己是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 每次演讲结束后 他通常都会避免 和家长们过多接触 因为接触多了 他也受不了 王盼的母亲 就曾参加过王振翔的演讲 在交了一百块钱后 王盼领到了一张专业 潜力测试卷 结果可想而知 招生人员信誓旦旦地表示 没有人比王盼更适合 在这里上学了 母亲在王盼测试 是和王振翔聊了一会儿 他已经彻底被王振翔 演讲里所描绘的 未来所打动 表示回去后 就立刻给女儿凑学费 而王振翔则 则不忍直视王盼母亲的断手 他偷偷地劝母亲别来报名 可母亲已经彻底 把他当成了全家的救星 无奈之下 王振翔当晚就匆匆离开了 收拾行李时他还说道 这个注册的 不注册 家里面这么穷 过来把那钱送给母亲 搞鬼呀 而现在一个家庭 还能不能靠着一名大学生翻本 有人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觉得我没问题 我能做 对于加班你是怎么的 加班是正常的 我经常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 两三点都有可能的 希望别把我简单放在最底下了 拿上面看一下 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 这个卑微的大学生已经跑遍了整个招聘市场 可一次次的点头哈要换来的却都是无情的悔绝 23岁的万钞是武汉一所挂名三本的毕业生 他的要求其实也不高 只要能在武汉生存下去就行 因为他身上的钱马上就要用光了 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 一周后 只有一家勤算公司愿意录用万钞 面试时对方只说了一个条件 前十天为免新考察期 通过后再进入三个月的试用期 期间工资一千五 虽然条件略显苛刻 但万钞依然开心不已 父亲听说儿子已经在武汉站住了脚 立刻给他打来了六百块钱生活费 毕竟刚毕业的孩子 哪有嘴上说的那么容易 工作有了着落 剩下的就是租房和吃饭了 但公司周围的房租没有一家低于一千的 于是万钞又从姐姐那里借了点钱 在离公司稍远的地方租了兼月租五百的小房子 这样算下来 万钞每个月仅仅为了活着就要花掉九百三十七点五元 而且这还没算上其他日常开销 但万钞依然坚信只要自己熬过这三个月的使用期 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 可很快万钞就又迎来了当头一棒 不怎么精通办公软件的他发现自己很难胜任这份工作 即使每天加班到深夜也经常玩不成任务 于是万钞不出意外的被公司白嫖了 再和大学同学的散货会上 万钞在KTV昏暗的灯光下喝多了 他蹲在地上放声道哭 房子已经租了 他还借了不少钱 可现在工作却没了 第二天 恢复常态的万钞又重进了招聘市场 但一个小时后他再次沮丧地走了出来 因为对他感兴趣的单位除了保险销售就是跟车卸货 无路可走的万钞无奈选择去买保险 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有些慌了 公司洗脑式的早会很难让人不产生某些奇怪的联想 很快 万钞搬出了那间小房子 和他的两个朋友住在一起 截止到纪录片结束 万钞仍未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王振祥所在的野鸡大学也倒闭了 因为老板又开了一所赚钱更快的学校 在家调整了半年后 王振祥选择进入一家材料公司做网络维护 而王叛则由于付不起高昂的学费 侥幸躲过了被收割的命运 但如今的社会上依然有很多的野鸡大学存在 而他们如今的招生方式更加高明 所以还希望各位学生家长能够擦亮眼睛 不要被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